现在不养生,老了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这个水果是高血压的天敌 每天吃一个,比吃酱鸭药效果还强 从此摆脱高血压的困扰,不是梦 可惜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一起来听 2020年底,中国发布了一份 关于居民营养和慢性病状况的报告 报告告诉我们,中国成年人中 高血压的得病率已经很高了 达到了27.5% 简单来说,就是每10个人中 就有差不多3个人有高血压 更让人担忧的是 中国患高血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3亿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而且,现在得高血压的人也越来越年轻了 一旦被诊断为高血压 就需要长期吃药来控制血压 同时,得了高血压的朋友们 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和生活方式 配合吃药一起降血压 那么,我们怎么预防和治疗高血压呢? 要想找到答案 首先要明白为什么年纪大了容易得高血压 一,为什么人老了容易得高血压? 人上了年纪后,血压容易升高 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 动脉血管会逐渐硬化 变得不再那么有弹性 这样,血管对血流的缓冲能力就减弱了 导致高压、收缩压、升高 而低压、舒张压可能降低 这就是老年人高血压的一个常见原因 另外,年轻时的饮食习惯也很重要 如果经常喜欢吃油腻、咸的食物 比如大鱼大肉和重口味的食物 不仅容易导致身体肥胖 还会加速血管的老化 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种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会使血压升高的风险大大增加 此外,不良嗜好精神压力大遗传等因素 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大血压升高的风险 二,高血压并发症更可怕 高血压是一种临床现象 表现为血管持续受到较高的压力 如果高血压得不到有效控制 它会导致更严重的病变 并可能引发一系列并发症 高血压病程越长 受累的器官就越多 首先,高血压若控制不当 会对心脏造成损伤 临床数据显示 高血压合并关心病的患者比例高达83% 高血压病程越长 冠状动脉的狭窄和病变程度就越严重 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治疗 很容易诱发猝死 因此,稳定血压是控制高血压 合并关心病的关键 对于这类患者 长期的降压目标应该适时 血压维持在130-80毫米拱柱以下 但需要注意的是 降压过程应循序渐进 避免过猛 否则可能引发冠状动脉灌注不足 使病情恶化 其次 高血压还可能对肾脏造成损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血压肾病 当高血压患者的动脉血管硬化 得不到控制时 会导致血液循环系统障碍 影响肾脏对尿液的过滤功能 从而损害肾脏 这种情况会逐渐发展为肾功能不全 肾小求硬化 甚至最终可能发展为尿毒症 而且 高血压肾病又会使血压进一步升高 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控制血压不仅要彻底 而且要趁早 对于已经是高血压合并肾病的患者 需要采取联合降压的治疗措施 此外 高血压还可能合并视网膜病变 据统计 70%的高血压患者 有不同程度的眼底病变 血压每上升10毫米拱柱 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就可能增加50%左右 如果视网膜动脉因血压升高而阻塞或出血 轻者可能导致视力模糊 眼底出血等症状 严重者甚至可能失明 在治疗上 控制和降低血压是防止眼底病变的关键措施 临床数据显示 如果高血压患者能够连续6年将血压控制在合理状态 眼底病变的发生率可降低40% 因此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坚持遵医嘱进行治疗是防止病发症出现的最佳方法 三 七种水果助力降压 生活中高耐饮食对血管健康不利 可能导致血压升高 相反 甲对于维护血压稳定有重要作用 因为它能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呢 相关的研究也发现 适当多吃甲含量较多的食物 对脑血管有保护作用 所以 高血压的病人可以多吃以下这些水果 一 苹果 苹果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还含有大量的甲元素 这些甲元素可以中和体内的内元素 有助于排出纳离子 从而达到稳定血压的效果 二 猕猴桃 猕猴桃被誉为维生素之王 其维生素C和钾的含量都非常高 多吃猕猴桃不仅能帮助稳定血压 还能降低体内甘油三脂和胆固醇的含量 具有防癌抗癌的效果 三 香蕉 香蕉中不仅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润肠通便 还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多吃香蕉 可以预防高血压 同时 香蕉中的维生素P 还能增强血管弹性 预防高血压患者出现脑出血和中风 四 柠檬 柠檬中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P 能够增强血管弹性和韧性 减轻钙离子 促进凝血 帮助稳定血压 五 葡萄 葡萄中的甲含量也相当丰富 每100克葡萄中含钾104至151毫克 此外 葡萄中的黄酮类化合物 可以提高心脏功能 并降低血压 葡萄中的抗氧化物质 还可以清除自由基 降低对血管的损害 六 橘子 橘子中的维生素C和钾元素 对于降低血压和稳定血压水平 非常有帮助 同时 橘子还能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 缓解高胆固醇引起的消化功能障碍 预防中风和动脉硬化 七 柿子 每100克柿子含钾量约为151毫克 同时 柿子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糖分 以及蛋白质和胡萝卜素等微量元素 这些都对降压有一定的帮助 高血压患者要注意 吃完降压药 不要立马吃以上这些降压水果 不过可以在两餐之间 适当补充这些水果 可以辅助降血压 当然 毕竟这是水果不是药物 大家的降压药 还需要一直服用不能停 这样才更有利于血压的稳定 虽然上述几种水果都有助于血压的稳定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都是降血压领域的辅助措施 四 高血压患者的注意事项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可能时刻都在面临着病情复发的可能性 因此他们时刻都需要预防治病因素的靠近 一 早上切记猛起 人体的血压变化是有规律的 早上起床时 通常会迎来第一个血压高峰 这是因为大脑开始活跃 指挥各个器官恢复工作 心脏尤其卖力 如果起床动作过于猛烈 血管内压力会急剧上升 对于血管已经变得脆弱的中老年人来说 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血管破裂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 医生建议大家早上醒来后不要立刻起身 可以先在床上躺两分钟 让身体各器官完全苏醒 然后慢慢做起 再缓一两分钟 最后再穿衣起床 这样的步骤 有助于缓解血管压力 减少血管破裂的风险 高血压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二 晚上不宜不喝水 当人们步入中年后 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 泌尿系统也不例外 常常会出现尿贫 尿疾的情况 如果晚上饮水过多 还可能需要起夜 这对本来睡眠质量就不高的中老年人来说 尤为困扰 因此 许多中老年人选择睡前不喝水 但其实这是错误的 在睡眠过程中 人的血液循环速度减慢 血液更容易凝固 如果不喝水 血液会变得更加粘稠 增加血栓的风险 尤其是高血压患者 早上起床时 血压骤升 可能会导致血栓脱落 进而在心脏或脑部形成堵塞 因此 睡前至少要喝200毫升的水 以帮助稀释血液 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 三 饮食清淡 高血压患者在饮食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避免引发病情 这是一种对自身健康的保护措施 虽然治病因素无处不在 但我们可以通过有效的预防来降低风险 水果对高血压患者有很多好处 但需要选择合适的水果 才能有效帮助降血压 前面提到的某些水果 对高血压患者有明显的帮助 虽然不能根治 但对控制血压有积极作用 建议高血压患者多吃这些水果 益处多多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体重较重 因此需要保持健康的体重 并进行合理饮食 饮食应少盐少糖 尽量清淡 避免血压升高 对于已确诊的高血压患者 除了合理饮食和选择降血压食物外 最重要的是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 服用降压药物 只有治疗和饮食相结合 才能有效将血压控制在稳定范围内 最近有朋友问我 在服用降压药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食物不能吃的 仔细回答了这个问题以后 让我想到 这是很多高血压患者面临的问题 在医院的时候 一般病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医生可能只是简单地说一句 饮食对降压药没有多大的影响 其实这个并不准确 生活中确实存在一些食物 它们会影响降压药的效果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控制血压 我来分享一下 在服用降压药期间 哪些食物不能吃 1. 柚子 之前我看到过很多 关于柚子是否影响药物吸收的文章 有的医生说有影响 有的医生说没有影响 今天我可以很准确地告诉你 在服用降压药期间吃柚子 确实会影响降压药的代谢 进而能降低降压药的效果 柚子其实有很多种类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柚子 主要是香柚 沙田柚 桑麻柚 西柚等 这些柚子中都含有一种名为 肤南香豆素的物质 这种物质会抑制与降压药代谢相关的酶 主要是CYP34的活性 CYP34本身是帮助人体代谢药物的 如果它的活性被抑制 那降压药的代谢就会减慢 进而造成体内药物浓度的增加 与此同时柚子中还含有柚皮素 这种物质能够促进胃肠道对降压药的吸收能力 这会进一步造成降压药的药物浓度的增加 可能大家对于降压药药物浓度增加没有啥概念 这里我来解释一下 降压药本身的作用就是降低血压的 如果降压药的浓度高了 那降压的效果肯定就会强很多 容易引起血压下降 心率减慢等的并发症 降压药的降压效果太强烈的话 本身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在临床上 医生都是会建议患者平稳地控制血压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他们的血管可能存在着动脉硬化的情况 如果血压急剧地下降 会增加斑块脱落的风险 脱落的斑块会随着血液流动 当遇到狭隘的血管的时候 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的堵塞 增加心肌梗死 脑梗死 肺栓色等疾病的风险 二 牛奶 我之前有一个病人 他非常喜欢喝牛奶 尤其是纯牛奶 这本身是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但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喜欢在服药时喝牛奶 有一天 他在服用降压药后 感到头晕 测量血压时发现高压 竟然超过了180毫米拱柱 最终 他去医院 才把血压控制下来 我并不是说 大家不能喝牛奶 而是建议不要用牛奶送服药物 虽然牛奶营养丰富 含有高量的钙 磷 钾 氨基酸等无基盐 但这些成分容易与药物发生反应 生成不容于水的物质 这些物质难以被人体吸收 还会破坏降压药的结构 影响药效 此外 牛奶中含有较多的烙氨 虽然人体内有分解烙氨的霉 但降压药会抑制这种霉的活性 导致烙氨在体内积累 从而引起血压突然升高 和心率失常 因此 建议服药时最好用水 不要用牛奶或其他饮品 以免影响药物的效果和安全 3.酒 对于经常喝酒的朋友来说 他们可能会发现 刚饮酒后 血压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因此 有些人认为 喝酒可以控制血压 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喝酒后 酒精会扩张血管 所以血压会暂时下降 然而 当酒精代谢完后 血压会再次升高 此外 长期饮酒 本身就能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 不利于血压控制 还会增加脑促重等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里说的酒 包括白酒 啤酒 红酒等各种酒类 所有酒类都含有乙醇 进入人体后 会对健康造成一定的伤害 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 早在几年前就发表文章称 对人最安全的饮酒量是零 再来说说偏咸的食物 许多高血压患者被建议少盐饮食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高盐食物中含有较多的氯化呢 进入体内后会增加那离子的浓度 导致体内水分增加 一部分水分进入组织中引起水肿 另一部分进入血管内 导致血压升高 那离子增多还会引起血管水肿 使血管变窄 此外 那离子增多还会增加血管 对儿茶分案的敏感性 而儿茶分案是一种收缩血管的物质 因此高盐饮食会引起血压升高 不过 高耐饮食对血压的影响因人而异 有些人吃了较咸的食物后 血压明显升高 而有些人则不会 虽然高耐饮食会引起高血压 但高血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许多人的高血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果在服用降压药期间吃了偏咸的食物 会降低降压药的效果 甚至让降压药完全失效 因此 在服用降压药期间 尽量避免高盐饮食 如咸菜 豆腐乳 腊肉等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影片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支持一下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健康养生科普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